哈喽 线上的家人们好 今天汇尖又来了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食物 那就是洗面筋 面筋洗好了煮好了 我们可以煮出很多的美味加油 那么现在我们来操作 现在我们将这个盐 现在这个面粉已经把它揉成一个面团了 然后我们把它隔着 三十分钟之后我们再来搓揉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盐子 这个盐把它盖上 等三十分钟之后我们再搓揉 这样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多了 我们再凑了一次 凑了到它光滑 之后我们就可以隔着两个小时就可以洗面筋了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过了两个小时的最快 如果我们没有空隔着四五个小时也可以 然后现在我们拿这个筛子 这个面筒比较大一点 我们倒水进去 好像十一副这样子洗面筋 现在开始来洗 这好像十一副 好好玩 洗到等一下这个水已经浑浊了 再换水了 现在这个已经洗了五分钟了 就变成这样 还没好 还有细细的这样子 它的水还没有很浑浊 如果很浑浊了之后呢 很粗之后我们再换水 这是第一遍 这是第一遍 这个第一遍 这个水不要倒掉 等一下这个淀粉它会沉淀 把水倒掉 这个淀粉我们可以晒干它 可以做糕 还是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再倒水进去 洗第二遍 洗第二遍 洗咯 这样子 这样子 是不是很简单 是很简单的 好像在玩泥巴 现在这个才搓了五分钟 你看它越来越小了 嗯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换水了 很快 第二次更快 但是这个水已经 很多粉在里面了 我们要将这个水倒进那个桶里面换水 现在变成一点点而已 现在我们要倒水 哎呦 这个好重 不要倒水 对哦 不要倒那么多水 就第三次咯 现在这个咯 第四次 可能它已经浸了这个水 没有什么粉了 我继续的把它 第三次很快 这才可以两分钟 这个面筋已经形成了 没有什么粉了 很快哦 第四遍就可以了 已经形成了 现在呢 我们要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水 放到这银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水 放在这边 那里面 什么 那个浅 下去 我们可以把水 还有 这种水 你没有什么 你没那么多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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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这个是煮了7分钟了 它已经熟了 我们就把它捞上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